用一个饮料瓶来繁殖葡萄生根块成活率高 操作非常的简单 今天呢我们呀来这个让葡萄生根发芽 操作呢也是非常简单的 首先我们准备一个这个塑料瓶 塑料瓶呢周围去给它弄上几个眼儿用工具 弄好眼儿之后啊方便于我们放葡萄 这个眼儿不需要太小大一点 因为我们后期呢要把葡萄放在里面 如果眼儿太小的话就会把这个葡萄挤破 弄好之后呢我们要在这个瓶子中呢装满盒砂 盒砂排水透气性保湿保暖性啊都是非常好的 我们在瓶子中装满盒砂之后呢 我们找来一小块芦荟 在这个葡萄的底部我们去给它涂满芦荟的枝叶 芦荟枝叶是有助于这个生根的 涂满好的之后呢 我们也就把这个葡萄去给它插入塑料瓶中 依次都给它插好 插好之后我们去给它这个 配湿一下水分 淋上一些水分 淋好之后再去给它放在阴凉通风处就可以了 耐心的等待 大概十天左右的时候去给它周围沸沸水 保持一下这个湿锐度 让河沙呢 保持湿锐 三十天左右的时间这个葡萄就能够生根发芽 我们把这个葡萄取出来 取出来之后就可以进行这个移载到花盆中就可以了 或者说是递载 这个方法简单又实用 喜欢的话也可以点个关注 这种方法简单就能够进行这个方法简单